30岁庶女参加迪姆安排的相亲宴会 可对方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独眼龙 迪姆还美其名曰 称对方一眼就看上了她 确实也只能一眼相助 听着迪姆的介绍 春花怀有期待地看向了下一位 得知这位公子吃过公家饭 春花便以为她是什么朝廷令官 迪姆却表示对方吃了牢饭昨日刚放出来 这让春花吓得小腿一软 当急跌坐到了地上 她还是高看了自己这个迪姆 就知道她没安好心 为了让春花压惊 迪姆当即让嬷嬷去给她倒茶 200度的水浇在春花的手上 迪姆当即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谁知春花竟都没有知觉一样 夏淼才反应过来迪姆要被自己难看 立马装作被茶水打湿的模样 谁知却被嬷嬷拦住不让离开 眼看相亲对象对自己热络的过分 春花排斥的不行 天夫人这么喜欢 看个字也留着吧 春花说完就一口气跑回了房间 看来以后听到相亲 要退避三社才行 这时刚才的相亲对象竟然闯了进来 不顾春花的反抗为了她一些不要 虽然春花并未受到影响 可男女的实力还是悬殊 与此同时 灵芯突然身体燥热 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原来她与春花意外结成了共生地 只要是对方发生了意外 那就会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为了保持清醒 灵芯当即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随后急忙冲出房间去救春花 千钧一发之际 灵芯及时赶到 将两个灯徒子打了个落花流水 此刻春花也看出了灵芯的不对劲 急忙上前询问 可在灵芯的眼中 眼前的春花好似开了磨皮滤镜 使她心脏狂跳个不停 为了保持冷静 灵芯冲到院子就跳下了池塘 冰冷的水瞬间让她清醒了三分 这可吓坏了春花 立刻将人抱回了岸边 直到灵芯吐出了水 春花这才放下了一颗心 责怪灵芯做事太过鲁莽 你吓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你说你就这么跳下去 你要有个赛场凉断 我怎么办 你想死 我还不想死呢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 灵芯闻言下意识 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本回过神来 两人开始不好意思起来 如今他们的性命被捆绑在一起 还是得尽快查到真相才行 这时春花向灵芯道了歉 她今日本想趁着相亲会 看看迪姆的房间有没有什么限制 没想到竟然搞砸了 为了让春花不再受欺负 灵芯当即教她防身 一个飞身家大棚展示 春花一学就混 自顾自地掩饰起来 没想到竟崴到了脚 幸好灵芯反应及时 空气中的温度再次飙升 他们好似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对方 春花率先不好意思起来 询问灵芯的药效是不是还没过 见对方吱吱呜呜 春花二话不说跳入了水中 想用冰凉的河水让对方冷静 可灵芯并未说出心中所想 反而看着春花入了神 次日一早 迪姆便叫着轻生女儿 要带她看一处生米煮成熟饭 谁知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灵芯两人恩爱的场景 这可把大小姐气得不轻 只因她早就爱慕灵芯 见女儿被气走 迪姆对春花更是不满 称她们虽是未婚夫妻 但同住一屋还是有诗体统 迪姆文言正要反驳 一旁的画师就做好了画 本要记录春花不堪的一幕 没想到吃了一口狗粮 迪姆当即把气撒到了画师的身上 气大伤身 迪姆捂住胸口晕了过去 这让春花下意识认为对方在碰瓷 可看着她愈发的不妙 春花还是上前检查了一番 得知迪姆是生孩子食流的毛病 春花就决定为她治疗 灵芯虽然不赞同女哥抱怨 但还是在一旁默默陪伴 等过了片刻 大夫姗姗来迟 不料她诊断的结果竟与春花的一样 默默这才有了好脸色 这边迪姆悠悠转醒 睁眼就看到了自己安排的相亲对象 被绑在了箱子中 而她们的身份都是被编造的 察觉其中另有阴谋 灵芯当即打开了内饰的密道 可结果让她们大吃一惊 原来这些相亲对象 都是迪姆找来的按摩师傅 原来迪姆就是看不惯 春花是小妾所生的孩子 这才出此下策捉弄对方的 弄清了是一场乌龙 灵芯只能暂时作罢 为了解除两人的共生关系 春花就想来到老太太的院子寻找线索 谁知刚到就见对方晕了过去 无奈之下 春花只好先为老太太医治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 春花便让嬷嬷睡了一觉 随后在灵芯的帮助下 制造了一个合适的氛围 看到春花伸出的手 灵芯害羞地握住了她 谁知春花却让她准备刀绝 一小时后 春花的治疗终于结束 可迪姆看到房间的景象时 就误以为春花要害老太太的幸运 你们两个 对老夫人做了些什么 压下去 随后两人就被分开关入了天牢 一想到两人能传递处绝 春花就在胳膊上发起了信息 这效果堪比最强通讯 也许上天让两人共生 是眷顾也说不定 看着窗外飘来的花瓣 春花决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开锁的声音 两人也转悠为安